秦王冷了王后的祝寿喜宴反而带着芈月一同出宫前去拜会故人 芈月到了地方才知道 秦王口中的这位故人原来就是当年威震四方的变法之祖商鞅 秦王当年迫于无奈在自己的生辰之日处死了商鞅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每每到了自己的生日 秦王便会不由自主地怀念商鞅 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王从不在意自己生辰的原因 芈月失晓了事情经过自然应当为秦王保守秘密 魁谷担心今日之事恐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 于是嘱咐芈月躲于王后走动走动 一名小人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芈月觉得事不宜迟 于是当即来到了交房店中拜会芈术 芈术一见芈月来了自然是没有好脸色 芈月一看芈术的样子自然也是知道她在生气 于是芈月赶忙低眉顺眼的与芈术撒娇 希望芈术能够原谅自己 但此时的芈术心中却只有两个疑惑想要解开 芈月今日到底与大王去了何处 大王口中的那位故人又是何人 芈月既然答应了秦王保守秘密 此刻自然也不能对芈术透露 因此芈月知道 大王吩咐过 自己不能与外人透露半点消息 芈月的一句外人彻底刺痛了芈术的心 尽管这两年来 他们姐妹之间有些生疏 但自己从未对芈月隐瞒过一件事情 可芈月今天却将自己当成了外人 甚至连半点丰盛都不愿意与自己透露 既然如此 芈月来此还不如不来 难道她来到这里的意义就是告诉自己 两人已经从姐妹变成外人了吗 姐姐芈术的一番话让芈月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能默默地离开了寝宫 可这世上的烦心之人 何止一个芈月 宫外的黄蝎此时同样也是心烦不已 这天 黄蝎走在街上 突然听到路边的药铺老板正在吩咐伙计 一定要找到秦宫之中的女医职所需要的药材 以黄蝎和芈月的关系 自然是不会不认识女医职的 因此 她便在药铺之外苦苦等候 终于等到了前来需要的女医职 女医职见到死而复生的黄蝎 立马是大事一惊 面对突然出现的黄蝎 女医职的心里不由得先喜后悠 公子蝎安然无恙 这自然是好事一桩 但眼下芈月早已入宫 还被册封为八子 正如此前张仪所说的一样 黄蝎的出现是会让众人觉得为难 黄蝎恳求女医职 将自己的书信送给芈月 她想要芈月知道 黄蝎并没有死 时间兜兜转转过了一月 转眼间这天气就已炎热了起来 眼镜这节气就会到了夏至 其王想起上次寿宴 自己出宫祭拜商鞅 扫了后宫嫔妃们的劲 于是决定便赏些上好的衣料手势 给后宫重费 也好让他们高兴高兴 这奖赏之物到了后宫 自然是由王后统一分配 这些上好的凌罗绸缎数量不易 每位嫔妃分到的数量 自然也是有多优少 王后拿不定主意 应当如何分配 因此便询问孟昭氏 与景氏有何主意 恰好芈月此时 也到了交房店中 听闻此事之后 芈月提 数量多的布料 就按人数来分 这数量少的布料 就按味粉来分 如此一来 想必别人也不会有所异议 芈月建箱子里的皮草甚好 于是便想翻开摸摸 可等她刚刚翻开 一阵皮料的味道 便熏得她想要呕吐 孟昭氏觉得 是芈月身子金贵 受不得这皮料的味道 没等芈月开口反驳 突然又有一阵呕吐之感 涌了上来 景氏见状 赶忙扶着芈月坐了下来 芈叔见芈月的症状 来得突然 于是便让侍女 传了太医 替芈月看看 太医拔脉之后 笑而不渝 随即便禀告王后 芈八子有喜了 芈月本就身受秦王恩宠 这下有了身孕 顿时更是成了 秦王的金之御印 秦王已经很久 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了